我就问你啊 对啊 这个长方形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 有的人说它是一块地 有的人说它是一间房间 你看我们很小的时候 就在那看图说话和去联想 对不对 你拿一个长方形出来 它什么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总觉得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去约束一下它呢 对不对 那你说 那 桑迪你这故意为难我们 我可以用文字来描述它是什么 我告诉你文字也不准确 后面我会讲到 我们再看 我再问个问题 昨天张三说 昨天看到一头动物 是大鼻子大耳朵长得獠牙 李四也说 大鼻子 我也看一个动物 大鼻子大耳朵长得獠牙 然后你就会想 它是什么动物呢 然后回来 李四猜 张三说的是野猪 张三猜 李四说的是大象 然后 所以说 大家可以想想想 大鼻子大耳朵长得牙 野猪也是 小象 大象也是 对不对 所以文字有的时候也是不准确的 那么 而且不知道大家听过 在这些过程中 我们会常常的遇到这样一些问题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 有很多这些笑话 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文字的语意不清晰啊 或什么所导致的 比方说最经典的一个笑话是什么呢 就一队部队 行军 行军的过程中 就排成一个纵向 他们走着走 走到前面有一个河 然后就是要跳过去 就一个小沟 应该是一个小水沟吧 不是河 然后他们就要跨过去 然后第一个人就要提醒后面 因为是晚上 他就说提醒后面当心 他就往后传 他说前面有水当心 后面也传前面有水当心 一直传 传到大概快到后面的时候 就传着前面有鬼当心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这种文字的语言 它其实是不准确的 我告诉大家 自然语言实际上是不准确的 那么 大家不知道 听过这个没有 古巴比伦的一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 四大文明古国 古巴比伦 当年多富有 富有的什么呢 皇帝闲着没事赶 他说我们要不造一座通天塔吧 还不是简简单单造一个 那时候他们已经造好了 那个空中花园 然后就说造一部 造一个通天塔 我想爬到天上去 去看看神仙们是怎么生活的 好 然后有实力啊 让大家 人们从四面八方的过来 有人过来就开始造这个塔 然后一天天的 这个塔就逐渐形成了 已经穿越云霄了 穿越云霄了 然后上帝怒了 说以民想爬到天上来 跟我平坐 他做了一件事情 派了一个人 到地面 去干嘛呢 去传播语言 因为以前古 那个时候 他们的语言都是一种语言 沟通完全非常顺畅 他就派了人到地面 去传播语言 然后大家 各自就会有各自不同的语言 然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地球上这么多语言 后来传播了这些语言 过后 大家无法准确地交流 无法交流 那么 最后 那个塔越见越弯 越见越弯 后来就 蹦一下 倒了 当然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 就创世纪的这样一个传说 我们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那么经过这三个例子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分析 什么样的分析呢 就是 这样的一些例子 就什么呢 简单图形 是不准确的 第二 自然语言 描述 是不准确的 第三 是 沟通 必须要一门语言 不能是多门 所以基于这三个总结 我们得出一个言论 就是工程化的过程 我们需要用到的 不是容易引起起弃义的自然语言 不是什么日语 中文 英文 而是严谨 统一的一个模型化的 标准化的一个语言 我们后面有人就把它定义出来了 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 就有人把它定义出来了 就叫 UML 最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个1.0 最开始是1.0 逐渐的现在发展到2.0 但是很遗憾 好像这么多年 这几年发展的比较缓慢了 没有再往什么3.0 4.0上面去走 那么既然我们提到 在我们工程化的过程中 我们要用UML来代替我们的一个自然语言 那么当然我们就要去学习 用UML来描述我们的一个大千世界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们描述用户在ATM提款机上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今天大家可能你缺钱了 你要去ATM提款机上面去取钱 那么我们可能会用文字来怎么描述呢 客户拿出银行卡 插入ATM 输入密码 如果密码错误 则再次输入密码 密码输入次数不能超过三次 如果密码正确 则进入服务选择菜单 选择提款 输入提款金额 如果提款金额过大 则操作失败 如果提款金额在允许范围内 则ATM机器中有钱 并且ATM机器中有钱 则能正确提款 你觉得我读累了没有 对吧 所以实际上读的有点累 很多朋友在做需求分析的时候 就是不厌其烦的去写WAR文档 不厌其烦去写WAR文档 就像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用WAR这里面去写 可能还要写很长的一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用UML的图形来描述 怎么样来描述它 看一个Demo 我这个图形是用Rose画的 我这个是2003版的 第一次启动可能有点小麻烦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 我是怎么来画的 下面我带着大家来进行一个 我们UML和自然语言之间的这样一个转域 实际上 根据这个图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是看图说话 看图说话难不难 当然不难了 因为我们大家进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考过你们的看图说话了 所以我们从小就有看图说话的天分 所以大家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说文不如表表不如图 对不对 我们从小就被训练看图说话 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是个图形化的世界 银行卡用户 取出银行卡 插入ATM提款机 输入提示输入密码 谁提示的 ATM系统提示 输入密码 包含两种情况 一 如果密码输入错误 则再次提示输入密码 如果输入正确 进入服务选择菜单 选择提款服务 那么在选择提款服务的时候呢 就要去输入我们这样一个金额 那输入金额的情况又比较复杂 就是什么呢 金额超出限制啊 提款机无钱呢 就会提示再次的输入金额 如果满足我们的提款条件 则提出现金 这个用自然语言 发现是不是很复杂 但我告诉大家 这个图 我当场画的话 不会超过20秒 不会超过20秒 就如果连上打字的话 也肯定可以在半分钟 或者一分钟之内 来完成 这个图 和我们这段描述是等于的 这段描述是等于的 但是我们用图看起来 会直观的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这样去读 文字还不是太多的时候 我都读了老半天了 如果说我们的过程比较复杂 文字特别多的一个场景 我们是不是很觉得 如果用字的话 可能客户都不愿意看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把它转化成 我们的一个图形 客户就会看得很舒服 但是这个图形 如果你能统一 那就不光是客户看得很舒服 并且你后面 如果说你后面的需求也好 设计也好 还是我们最后的代码实现也好 整个我们的团队都看得很舒服 这就是统一的UML了 的一种用法 所以终上所述 我们沟通的基础就是UML 那么我们整个软件开发 至少3D要交给大家这一套 软件开发的这一套模式 我们整个过程是基于我们的UML 整个过程是基于我们的UML 那么用UML的理由 就是让我们用一种语言 相同的方式来进行沟通 记住这里头有两种 有两句话 第一叫一种语言 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我们在学习这套语言UML 但是我们知道一门语言学会了 你不一定能说好它的 对不对 因为一门语言 它的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 是比较灵活的 因为语言为了描述我们大千世界 所以语言本身它是比较灵活的 就好像为什么有的人能言善辩 有的人说出一个字 一不小心坑爹了 就把人得罪了 这种事情太多了 所以说同样是中文 为什么有的人说得很好 有的人就说得怎么听 怎么不舒服 对不对 那么就好像什么呢 我以前见过 有一个小伙子去面试 面试完了回来 今天没面好 然后唐白一个小伙子就说 我就知道你没准备好 叫你看说你不看书 其实那个小伙子有在替他急 另外一个小伙子也比较急 没有关系了 反正过去就过去了 就别想了 准备下一场嘛 对不对 回顾一下哪些地方 自己之前没好好准备的 你看同样是用了中文说的 后来很明显 很明显 哪一句听得让人舒服 对不对 第二 我们要学的是什么 一种相同的方式 把它应用到我们的软件开发过程中 把它应用到我们的软件开发的过程中 那么这个方式就是我后面要讲的 在我们需求的过程中 在我们设计过程中 如何去应用我们的意外没有 所以大家就记住啊 我们这个阶段的课程是学一门语言 再加一种方式 总结下来就学一门语言 加一种方式 做计划 做需求 我们不用中文 还用UML UML它的全名是统一建模语言 功于善其事 必先离其器 我们也要学一个工具 在这一课里头 我采用StarUML来给大家去学习 那么UML我们主要用它每些地方呢 三个方面 简而言之可以概括成三个方面 第一 去画一个草图 这个很 就是草图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很多时候你有了思维过后 你画的那些思路图 这些就是草图 第二 我们画一个蓝图 蓝图是什么呢 蓝图就是 比较详细的去 比较准确的去描述一些东西 这个叫蓝图 就好像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候 邓小平在深圳画的那个蓝图 别人不是说邓小平是 邓小平是什么 社会主义开放 还是社会主义搞活 或者叫改革开放的这个总架构师 那实际上他是先画一个蓝图 然后跑到深圳那个地方 画了一个小圈 我们是用首歌 春天的故事就这么唱的嘛 对不对 在那个哪儿画了一个圈 那个圈叫什么 那个圈叫模块设计 它的整个架构设计不是在那儿完成的 是在中南海完成的 那个叫蓝图 他跑深圳去画了个圈 那个圈是怎么建 他又定了些条条款款 那个叫模块设计 所以 最后模块设计完了 就要有人去实现呢 实现之前也要好好考虑一下 对不对 也要好好想一想 你到底要建几张表啊 几张表字段什么样子 对不对 那具有谁来做的 具有我们的深圳市当时的肯定市长 而且书记来做的 他们画的这个图 也是基于UML的 但我不知道他们当时 有没有画UML的 估计没有 开个玩笑 那他们画的这个叫代码设计图 这就是在实现前的这张图 叫代码设计图 那么这就是我们UML使用它的这三个方面 所以其实UML它本身 本身其实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以前我记得很有意思 有人跟我说 桑帝 哇 肉子 好复杂哦 很多前辈都告诉我 肉子好复杂哦 真的是这样子 很多都看 那个小孩子都开发了 学开发都学了两三年了 就做了 他说肉子那么复杂 我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去用它 后来我给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 你就把它当看图书画画 你乱画 画错了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认为你画出来的 是用这个图形去表达了你的一个意图 你就画对了 以后再逐渐的去改善它 我就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所以你就把什么呢 把我们UML图形的这样一使用 你就把它看作是我们看的说话 你只要能用图形的方式来表述清楚问题 就可以了 至少你就勇敢的去画 哪些地方画的不准确没有关系 因为很多人 包括有的开发都做了六七年的朋友 他都跟我说 他说桑迪 其实UML图形我还是掌握的比较快 但掌握了之后 我不知道就是 在我们的软件项目里面 它的标准画法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这个是最容易让人产生问题的 就它的一个标准画法应该是什么样子 所以了 但我 实际上每个人到时候在用的时候 你只要你的画法过程中 你不违背它的约妙的使用原则 只要说你图形本身你不要画错 本来这个地方不应该这样连的线 你只要把这些不要画错 你只要能够表述出它的这个意思 那么你画的图就是对的 所以每一个人慢慢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这样一个UML的使用方式 前提是不违背我们UML的2.0的这个定义原则 在画的时候我们记住两个东西 一个叫节点 一个叫联系 就是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就像这些 这每一个都叫节点 每条线就叫关联 就叫联系 我们把这些认识清楚了 不管什么样的图我们都画得很快 那么好 我给大家看一个我画的约妙 这是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 我都有点忘了 好像是donet做的 随便炒一个吧 这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原型图 这是很多年前做的这样一个软件管理项目 呦 还不支持直接点吗 OK 就这样的一些表单的处理 什么出库管理 入库管理 这个项目有一个特点 整个软件 好像是ASP.9做的 实现的 就是一个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 其实是一个商品管理 中小企业的这样一个企业管理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 它的一个特点是当时我在设计的时候 用到了一些热插拔的这些技术 用了一些软件仓库的这些概念 软件构建仓库什么的 整个程序就一个ASPX页面 就是一个ASP.9的页面 然后整个就是一个页面 然后各个地方 你看到像这些这个表单 这边的菜单 它全部都是一些插件 然后我还构建了一个插件仓库 这些插件都是通过反射来动态加载的 热插拔的 你把那个插件 就我们在 以后我们在应用开发的时候 这个海量 就你要去增加新的功能的时候 你只需要按照我的规则 去把这些给它开发好 然后输入对象 输出数据 给它定义好 然后你把那个编译成DIL 给它烤到我们插件仓库里面 接上自动就出现了 就是我当时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么 在这里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当时的需求阶段 我给它画的一个UML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后台吗 这是后台管理 这是后台管理 大家看一下UML 这是桑迪化的 看一下我的是否规范 很多年前的了 我给大家看